这种漂浮在海上的水魔究竟有多多 一次释放的神经毒素都超过了眼镜水 它们有长达25米的处区 能轻而易举的进行远程攻击 哪怕就是死了 在几小时内仍然具有毒性 能给人造成致命伤害 所以在海灾上看到这种类似蓝色塑料袋的生物 请不要犹豫即刻远离 这种海上生物绝名僧帽水魔 它们像饺子一样的形状虽然看着亲戚 但却只可以远观 因为好奇靠近它们甚至还想摸一摸 这无异于在和死神握手 一个把握不住人就要往医院送了 僧帽水魔顾名思义 头上的蓝色腹囊很像一顶僧帽 其实这里面填充的都是二氧化碳 是僧帽水魔用来在水中实现上浮雨下潜用的 在气泡的下雨是它们长长的触手 平均长度在十左右 最长能长到二十五米 它们最可怕的地方在于 上面有成千上万枚带有毒素的死细胞 毒性丝毫不迅速于世界上任何一种毒蛇 说是海洋杀手一点都不为过 也许人类对于它们头上 那顶蓝色会发光的棍膜很好奇 只想近距离的看看而已 说不知海洋里的小鱼小侠也是这么想的 就在它们自认为远观的时候 已经不知不觉的被水魔的处续包围 上面的毒刺进入也已插入猎物体内 然后这些猎物就会被一点点的消化吸收掉 僧帽水魔的毒性有多恐怖呢 凡是被它们的魔爪抓过 哪怕及时抑制 身上仍会留下类似冰塌的伤痕 经久不消 而这还是幸运的 在澳大利亚葵士兰的海滩上 每年都有上万人被僧帽水魔遮伤 2000年被遮伤的人中有68%丢了性命 所以无论是在海中还是在海滩上 看到它们最好赶紧远离 那么问题来了 僧帽水魔为什么不好好在大海里待着 非要出现的海边和人类过不去呢 它们伤害了人类却又吃不了 这又是何苦呢 小男孩不断哀嚎 好像正在经历巨大的痛苦 然而他全身都没有任何伤口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种结构简单的家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了 词曲 李宗盛 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水母毒性和眼镜蛇高度相似 都是以神经毒素为主 然而松茂水母凭借处虚又长又多 含毒量很大 被刺一下毒性远远超过被眼镜蛇咬伤 然而这种十分要命的存在 竟然一辈子都没学会游泳 作为典型的海洋生物 一生都在随波逐流 调到哪儿就霍霍到哪里 沙滩海边都有它们的影子 游玩的人们没少遭殃 在海里只要展开处区 至少方圆十米内都在它们的控制范围 但就是这种横行霸道的存在 竟也有害怕的天敌 首先是拥有超级物理防御的赤溪龟 作为海龟磕下的一种古老爬行动物 赤溪龟主要的食物来源 就是漂浮在海面上的软体度 松茂水母就是它们捕食对象 赤溪龟凭借全身的硬壳和粗顿的皮肤 正面硬钢 都说以柔克钢 这有时候钢也能克柔 松茂水母就拿赤溪龟一点儿奔发也没有 而下面登场的海阔鱼和章鱼能够以松茂水母为食 完全是因为它们毒其毒素免疫 有的甚至还能将松茂水母的毒素据为己有 就像练了西功大法一样 比如大西洋海神海阔鱼 它们将松茂水母处须上带毒的刺细胞都吞下去后 运送到身体突起的部位 成为自己的保护词 也就是海阔鱼本身不生产毒 但吃了松茂水母后就带了毒 它们只是大自然的白运工 将松茂水母处须上的毒巧妙地储存在了 自己那形似手掌的鹿腮中 所以看见了海阔鱼 可不要轻易和它们握手 同样的 毯子章鱼虽说不像海阔鱼那么厉害 但是吃起松茂水母来也不含糊 它们也会咬下松茂水母一部分处须 缠绕在自己的处须和头上 用来防御敌人 鉴于天敌太过强大 松茂水母在海洋里也找到了战友 小丑鱼身上有一层黏膜 可以自由地在松茂水母的扶囊下游动 不怕被遮伤 所以在遇到危险时 小丑鱼就会躲到松茂水母身边寻求保护 而作为暴打 它们也会为松茂水母吸引其他鱼类 作为食物 不得不说 大自然真的很神奇